今晚新聞830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申訴熱線的投訴 談談食店佔用公眾地方 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不過在跟進投訴之前 先看看中罕見意外 是啊,張軍澳 埃曼有個婆婆 走過屋邨停車到遊樂場的時候 被一枝從天而降的燒烤叉 刺中背脊 鄭香雄報導 受傷的婆婆游救護車送丸 背上仍然插著燒烤叉 救護員小心穩定燒烤叉 以防會越插越深 婆婆要帶上氧氣罩夾助呼吸 艾曼近6時 她走經上德村上人流對開的遊樂場時 突然被一枝由高處 掉下來的燒烤叉插中背部 警方到場封鎖現場調查 暫時未有人被捕 有急症室醫生說 如果市民被物件擊中 插入了身體 不應該即時自己拔走 我拔走出來的過程 有機會會令原本受傷的地方 傷口架大了 又或者因為角度的方向問題 我們可能會令原本沒有受傷的地方 都受了傷害 所以一般我們都不會建議 這些殲忍物件 進入了插入身體裏面 然後自行就這樣將它拔走出來 她建議商者應該以毛巾包住受傷的四周 穩定物件 避免進一步受傷 亞洲電視記輯 一會兒 鄉紅報道 再和大家關注一下樓市 住宅樓宇的車價鋁創新高 有沒有泡沫都好 起碼要在香港買樓 就真的不容易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就說 政府關注樓市情況 會考慮提早推出西鐵完善的上蓋物業 增加住宅土地供應 劉曉怡說下 西鐵完善車站的上蓋地皮是政府擁有 由港鐵公司管理 因應不少打工仔 欣屋難求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說 考慮提早推出有關上蓋物業 增加土地供應 所以我們有一定的主動權 可以告訴港鐵公司 提早推上蓋地盤 例如南昌站 元朗站 這些地盤 現在照我的理解 在這個年度 財政年度的結束之前 港鐵還有兩個項目要推 林鄭月娥說 市區發展成熟 要增加土地供應 只能靠改變現有土地用途 正是研究將政府和社團土地 改作住宅用途 又會探討在較偏遠的新界西北地區 例如粉嵐、上水和古洞 找地方起住宅 住宅赤家屢創新高 林鄭月娥說 正是密切監察樓市的情況 立即去回應 恐怕又會出現了一些太波動性的結果 於是就令到可能我們的經濟的恢復 和市民對於特別擁有樓房資產的業主 會有一個關注 所以我們選擇了在未來幾個月 如果你看到 行政長官說得很具體 在未來幾個月 我們就會密切監察 而是作出一些行為 他又表示發展局即將討論勾地表建議 會不斷開拓土地作住宅用途 亞洲電視記者劉曉宜報道 發展局表示會考慮改變土地用途 用來蓋多些住宅 原本所謂政府用地和社團用地 是要來蓋些甚麼的 顧名思義 主要是給政府和社區機構發展的 好像是建社區設施或學校等等 有策良知認為 政府如果將這些土地改變為住宅用途 加入勾地表裏面 可以刺激發展商勾地的意欲 最主要看你加入甚麼地 以及區域在哪裏 最主要是市區更加好 豪宅區更加好 但如果你說新界區 我想區域相對來說未必有那麼大 始終新界區土地供應 一向來都不是那麼緊張 最主要是市區會緊張一點 現時勾地表裏面 有40幅用地可以用來做住宅用途 超過一半在新界區 例如在沙田和大嶼山 而在今個財政年度 只有上水石湖區 一幅小型商住用地 成功被勾出拍賣 本地樓市近期不斷升溫 尤其是豪宅市場 限定數萬元一呎 究竟為甚麼呢 外資行瑞銀認為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是內地資金推動的 亦都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人 來香港買樓 建議政府盡快改變高地價政策 增加住宅供應 防止泡沫再次出現 何祖宜說下 雖然特首說 本地樓市未見有泡沫 不過7萬元買一格階磚 不少人都認為貴得有點過分 而造就這些天價豪宅的力量 主要是內地資金 由外資行就說 由於內地資金氾濫 中央亦都要想辦法洩洪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內地資金 湧入本港樓市 最終將樓價越推越高 黃振宇認為政府應該盡快改變現行 價高地價政策 讓市場吸納土地儲備 甚至將供應房屋的用地 撥鑿興建私人樓宇 他認為本地樓價長遠走勢仍然在向上 建議政府進一步研究港芯融合 鼓勵負擔能力較低的港人搬回內地居住 香港的問題就是一個邊界 未來的不僅是怎樣引起更多的有錢人來 亦是怎樣輸到更多不是那麼富裕的人 去福地去住 這個是一個其實港芯融合的 一個很重要的未來的一個課題 他又說即使政府現時放寬土地供應 亦都需要大約兩年的時間 才有住宅單位供應市場 所以預計到明年底 本港整體樓價會在現水平再升至少兩成 亞洲電視記者何卓越報道 發展局除了要處理勾地問題之外 還要負責執行活化工廠大廈 是的 局長林鄭月娥就說 提出這個政策的時候受到不少壓力 當我們釋放大量工廈的樓面面積 轉為商業的用途 是很明顯就會為今天的商業的樓房 製造了一個下調租金的壓力 所以發展商是知道我在做這些工作 所以會在我們有時 有些和地產建設商會的聚會 或者是在一些平時的見面 都是有所謂說 你要留意這個所謂公投的問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就說 現在是本港的骨灰鵪位短缺 研究在空置的工業大廈 設置骨灰鵪堂的可行性 說換本港骨灰鵪位短缺的問題 不過就要先考慮地區人士的意見 這個建議需要多個部門協調 和更改地契 現在本港骨灰鵪位是非常短缺的 政府骨灰鵪輪候時間更加長達三年 是的 我們發現有人將住宅改為骨灰鵪堂 發展局就說 若住宅改為商業用途 要視乎是否合乎契約要求 殯儀業界就認為 政府有責任解決骨灰鵪不夠的問題 查理文說一下 這座舊樓看上去沒有特別 但由各樓窗口看進去 可以看到一排排臨時骨灰鵪 據了解這些臨時鵪 一般每一天就會收10至20元 保守估計這裡有200個位 如果全部租出的話 月入就有約6萬元 那是暫時鵝不影響的 但是其實是住宅 我老闆不在 有甚麼你等他回來才跟你說 好嗎 政府的骨灰鵪嚴重短缺 令到有些人如果親人過了生之後 骨灰就要滯留在長生店 好像這間長生店一樣 有些骨灰就存放了在這裡兩年那麼久 可以看到骨灰鵪供應有多緊張 對於政府提出將工廠大廈改建為骨灰鵪 業界就說很難實行 私人的話會不會有一間公司 賣光灰或要倒閉 日後管理問題是怎樣呢 有問題 政府如果承辦又怎樣處理呢 放骨灰當然要裝香燒化寶 如果工廠大廈改成這樣 走火中途很大問題 化寶的地方呢 形成了我覺得非常困難 現在公共骨灰鵪有多缺乏呢 好像今年4月 磚石山推出一萬八千個骨灰鵪 但是就收到二萬多宗的申請 供不應求 現在輪候一個骨灰鵪 最長要整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亞洲電視記者一吹兩問報道 工業大廈甚至是住宅樓宇變骨灰鵪 你怎麼看呢 觀眾可以傳真到2338-6469 或者電郵給我們 看看今天大市的表現 是先跌後回升 收市是升了270點 創超過14個月的新高 有隻股份也跟大市一樣 先跌後回升就是欺慎興業了 是的 說到欺慎興業第三代掌託人 有銅鑼灣大地主之稱的利定昌突然離世 但是分析員就說 由欺慎家族持有的公司 擁有欺慎興業超過四成股權 高層離世對公司的影響應該不大 陳岳欣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